西班牙连环恐襲后 西甲球队巴塞罗纳主场迎战贝迪斯 赛事开始前默埃 悼念恐襲遇害者 巴塞的波衫 背面欣赏巴塞罗纳的字样 代替球员的名字 对方的波衫就欣赏 贝迪斯与巴塞同在 象征与这座城市同在 主场管老营球场安检加强 有持枪军警把手 入场球迷要守身 受到恐襲阴迷影响 入座率只有5成7 在日前 兇徒驾车撞人的兰布拉大道 民众举行燭光晚会悼念死者 恐襲导致14人死亡 130人受伤 警方继续封锁加泰罗宁 日前发生爆炸的房屋搜证 找到两具尸体 和120桶丁远气体 怀疑兇徒原本策划炸弹集击 但由于火弱意外爆炸 被迫改变襲击计划 警方相信上星期四 开车撞人的司机 是22岁摩洛哥青年 阿博阿科部 不排除他已经潜入法国 估计兇徒涉及8-12人 全部都没有涉及恐怖活动的记录 但据据他们在犯案前 无多久去过敘利压 香港电台记者何俊杰报道 打开车撞在来 多少 突然台旗 在改良 刚开车撞照 突然 我找到 太轻车忍 刚开车忍